哦哦哦哦哦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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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住是擋住哎呦他 他不繞圈圈了 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核心守護者 我們上次打敗了三姆 boss 之後呢 也找到新地方 我挖到了鐵還有黃金 我換又多挖了好多鐵哦 我們可以來升級裝備了 那這邊比較好奇的應該是手勢工作臺 這個到底可以做哪些視頻呢 來看一下哦 會有同志的十字架項鍊增加暴擊率 然後大鐵塊加護甲的 再來是黃金的水晶項鍊 遠程傷害加很多哎 然後光輝的浴金箱加亮光的 這個再搭配我們的提燈的話 應該會很亮 那他應該就不用再插火吧了 然後加移動速度的 這個上古寶石 我哦就這個嗎 啊那我其實好像有很多哎 那我們的藍位呢 項鍊只能裝一個戒指可以裝兩個 所以項鍊的話應該是 哦這個要花十個金 來囉增傷 九趴 這個增傷算很多了 那移動速度 還是要亮光 遠程傷害 哇 可是遠程傷害加好多哦 穿兩個就加三十四了 然後再加這個就有四十趴的這個 遠程傷害加成 這麼誇張 哦這個鐵要花那麼多 加移動速度的 好我們現在趕路比較方便的話 可能要加移動速度 那有這個亮光也是很方便 那我這邊先做一個戒指 然後想剩下鐵 我們現在做裝備好了 不曉得之後用量怎麼樣 那先裝好戒指 接下來是鐵針 來了我們的應該是鐵裝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位置 我稍微把這邊又調整了一下 那因為現在東西會越來越多 不好這個排射 然後做一個比較方便 可以到處合成的地方 哇他有套裝效果哎 鐵製頭盔可以增加傷害之外呢 他這個三件套裝 生命值較低 會加19%的護甲 哇 我這個增傷很多哎 整套加起來大概有18%的增傷 這樣子好像不錯哦 然後一樣需要點黃金 剛好六顆我可以做完全套 那整套的話要38個鐵 那我們來換裝備囉 鐵的全裝 這個裝看起來也是很騎士風的感覺 變這樣 然後我這邊還有一個盾牌 感覺很猛哦 而且我經常傷害加了超多的 哎那我的鐵一下就花光了 我剛有六七十個一下就沒了 用量好大哦 那劍的話不夠沒有黃金 但我打算了 我們之後打完boss 再來做他的boss武器好了 那我們今天目標就是這隻吞噬者了 不曉得他的移動速度一圈要多久 我現在往下走應該還來得及吧 走啦我們出發 哇來不及來不及了 他已經跑到下面去了 哇追不上追不上 啊等他再繞一圈嗎 好我 哇來不及了經過了 哎那我在想我這邊如果挖成一個洞 他有辦法跨過去嗎 就是把地板挖掉會怎麼樣 他有辦法 我覺得以他大小應該是可以直接跨過去了 所以我這邊在 歷史中去追他 那我們的決戰地點就定在 右側吧三點鐘方向 那這邊插火把其實等一下就會被他撞 壞了所以就也沒差了 那為決戰之地呢 我們先把這邊史萌母親一親 不然這樣黏黏的應該是不好戰鬥 我不要得他這個壯 我要怎麼把他停下來啊 我應該用盾牌直接跟他擋嗎 還是我應該用炸彈去炸他 他現在已經在12點鐘方向快來了 那我們戰鬥方也不曉得要拉多大 這邊還有箱子 挖一挖挖一挖 好我們這邊如果不行的話我還要躲起來 我要躲在這個隧道裡面 擦亮一點 好看一下哦 慢慢靠近中好我還有點時間 然後這邊我們就把各種料理吃一吃 這個料理就是要越多種類越好 這樣我們這個能力值可以慢慢疊加下去 好要準備了 我們這邊料理給他吃下去哦 不管什麼都給他吃了 然後這個會發光的 好要來了要來了 我還有藥水 護盾藥水 很近很近很近 我要怎麼炸他 這樣炸到嗎 有有有炸到哦哦哦哦 兜兜兜兜兜兜兜 哦哦哦哦哦擋住了等一下 擋住是擋住哎呦他 他不繞圈圈了哦我防御好力好高哦 他不繞圈圈了 他去哪了 我擋哦哦八滴還好 哎可以可以可以我打到他我打到他 我還有帶藥水 沒問題沒問題我可以硬A哦 哦這好大隻哦 我現在這鐵裝超硬的 哇他旁邊都可以破壞掉 哎其實我們打邊邊就打得到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還有盾牌可以打沒問題 我被撞了下盾牌 好才7滴血而已 完全不怕 哇 哎這用炸彈是蠻好打的 因為他超大隻 我直接A死他 我要閃避成功我擋 開砍哦 解決了 好輕鬆啊 這個大蟲蟲哇哦 搞定了哎 爸爸把旁邊這個整個都鑽浪了 哇 有這邊boss寶箱 黃金的幼蟲漏哎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這個他的腳 人讓一隻幼蟲成長成超過自己上限 嗯這個有什麼用嗎 難道是把一隻幼蟲 再把它轉換成隻大boss嗎 那這邊漏一大堆 然後他的衛帶加12格的道具欄位 那還有他的神秘人哦 又可以召喚一個NPC的樣子 ok 這邊我們寶箱就帶回去啦 那這個箱子哇 這個箱子其實多兩格 哦但是我這個有加移動速度哎 嗯尷尬 那我這邊在回去之前啊 還在挖一些黃金跟鐵 我會其實有找到一個有點像聚落的地方 在這邊 這個是岩石區的地方 我這邊有一個 大 啊村莊的感覺嗎 這就下面哦有這個 很像他這邊的房子 應該是這個血居人的房子 我現在傷害變100多了 嘿嘿 傷害就多了大概20% 差不多 我們這傷害大概將近100 好哎 這邊來把它這個是 哦這也算寶箱哎 好多東西的感覺哦 我直接拆掉哎呦斧頭哎等一下 這個斧頭傷害也太高了吧 這個我們做不到哎 這個只能撿得到嗎 他有一個範圍性的殺傷力強 而且他還可以加17%近戰傷害 戰斧哎等一下 好像有點猛我們來看一下 會哦兩百八 哎太強了吧 哎這邊還有稿子哦 這邊的只有洗稿 我覺得我這邊可能要有一個 拆解合成台 我這邊把它東西拆一拆好了 這個是空的 然後這邊一大堆箱子 好滿哦天啊 這裡的東西超讚 媽媽媽媽媽 哎還有項鍊啊 項鍊也會掉吧 然後這個中間這個檯子 好像只是裝飾 啊這邊還有一個這個架子 好像官犯人的感覺哦 我這個檯子好大哦 他一次就四格 啊這空間一格一格的 這裡還有 一把斧頭 斧頭應該是一樣的 我這邊要打算直接做一個拆解的 工作臺來了 他的武器是沒有差異性的 啊這多人玩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拿一把 這真的很猛哎 是我之前傷害的兩倍以上 兩道就載掉他了哇 啊這個空的 這也是裝飾哦 啊右邊還有哎 哇這裡真的好大 我現在把一些飾品裝備把它拆一拆 這邊現場做一個拆解工作臺 啊就這個之後我身上也要帶一個哎 之後這個撿到一袋多的裝備哦 像我的席件可以拆了 然後還有這個項鍊 然後背包這些都是可以拆的 然後這麼多量應該是很多 大概有八個的廢棄零件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再多收集一些了 然後那這個原來他是馬桶哦 我也是官犯人之類的那個東西哎 然後還有桌子 這些都是裝飾品 大家想要裝飾自己的家的話 就可以A東西回家 好這邊有一隻這個大 哦大家伙大家伙好痛 被砸一下好痛 喝藥水 好一百多 會 哦我這放也很大哎 但是三刀就死了 法師法師兩刀 現在這邊好強啊 還有哎他下面還有路 你開一隻 散開 怕怕 其實敵人的攻擊都冷卻時間 閃過之後就可以再繼續揍他了 哎呦這個東西 淘底耶哦也是賣錢的 哎這邊還撿到一個招回人偶 可以幫你傳回核心 哦有這種道具哦 這是回程道具哎 可這個看起來是消耗品 所以我們這邊整用哇 火球 整用一次嘍 修修修修修 喝個藥水 這個還下面還那麼多 這裡這規模好大哦 誇張大哎 哇 這邊還有延伸哦路上一大堆 礦物可以挖 裡面好好來搜刮一下 哎等一下這個牆壁敲起來聲音 怎麼不太對勁 左邊還有路哎 那個什麼 哎 地圖上 哎 看起來很像特殊迷宮哎 地牢 這應該也是要沿著找到路口啊 哇哦 這個牆壁 這一塊都挖不進去 我要再往前繞 哇不過我們現在東西會有點多 我等一下再來探索 我先把這邊的東西先帶回家再說 哦這邊敵人怎麼 一起冒出來了 他有時候會就是 感應到你的位置哎 他自己會衝過來很神奇 他這些怪物感覺 因為這邊也沒有特殊的生怪 的方塊嗎 所以我大概他是 野生的然後打完應該就沒了吧 我痛 應該之後就沒了 好 哇這這這 有沒有敲一下 好痛 哦這邊找到更大型的遺跡哎 等一下 啊這也是 迷宮嗎 好像又是另外一個迷宮 他的牆壁也是不一樣的 哇哦 然後路口哦路口哎 哎有人來找我了 哦他門可以打開 直接把它拆了 哇這裡還有哎 這很像boss要召喚的地方哦 有一個王柱哎 這感覺是可以A回家 當裝飾的地方 血居者的王座啊 可是裡面沒有王啊 這裡就一大堆箱子 全部都是寶箱 然後中間這塊特殊地板也是不能拆的 所以我想他也許真的有一個boss 那肯要召喚嗎 我目前是沒有出現 那也許現在只是測試板 所以這邊還沒有boss吧 那這個血居者的一個特殊房間 哇這邊又找到另外一個鐵軌哦 哇怎麼那麼多 我們這個地形 一大堆特殊的地方哎 越外面越多這種特殊地牢的感覺 好又可以把這也A回去了 這邊我總算暫時收刮完了 這邊越收越多 一直找到各種的新地方 我先把東西帶回去好了 不然再多的話我真的會帶不回去 我今天已經把東西全放箱子 我想要想辦法把它帶回家 會有點困難哦 這邊回來之後呢 先把東西賣一賣 我這邊最貴是這個陶笛 一個就78塊了 那這核心在五十幾塊 然後招惠人偶才36哦 可是這個很實用 哇 軌道一個有四塊 我們現在量很多的話 這其實還蠻值錢的 那我們剛打敗的boss 應該是這一個 他的腳把他擺上去 哦有了 解鎖了什麼呢 這個是裝備耶 甲殼套裝可以增加爆炸傷害 兩件套的話挖掘牆壁 只有一小段時間 傷害提升243% 太多了吧 兩倍多的傷害哦 這麼誇張 所以我是要挖個牆壁 然後再打一下怪 好量也太大了吧 啊這個招惠人偶可以做的耶 哦那不貴耶 這邊只要寶石跟機械零件 不過這兩個材料都只能在外面找到而已 哦所以這個我們可以製作 那蠻方便的 我們之後可以好好使用 就不用走那麼遠了 然後我們蓋了另外一個NPC的房間 我曉得這邊召喚來的什麼 我們之前遇到NPC 他打完爆炸自己出現了 這一次沒有 我們空間有點小 我們之後可能要再規劃一下這個空間 我現在東西真的越來越多 NPC也越來越多 那我們稍微離開一下 應該可以出來 我們把這邊的蟲蟲可以宰一下 好我們的NPC入住了 哦有哎 哦他的包包更大了 然後頭上還有一個燈 看一下 你哇他有賣項鍊 我這邊直接賣耶 然後還有賣 碎發槍 有槍了更強的武器 然後他下面三個是巨型的連翼召喚人偶 哦他可以再召喚這個史萊姆 放到任何一顆巨型連翼的召喚符文石 所以應該是那個地板吧 應該是放那個特殊的地板上 就可以召喚出來 我所以這個boss還可以再刷 只是就要花500塊 那這邊我們可以先來買一把槍 因為我們現在要製作的話 遠距離最強的就這個槍 那只能做到彈弓 這個傷害看起來是差很多的哦 哦他這個子彈很慢哦 噗 超慢 但傷害很高 大概就跟斧頭差不多嗎 不對比斧頭還痛耶 他可以打到200的傷害 然後我剛那一趟 大概帶回了八九十個鐵 然後黃金這邊有37個 我們可以把飾品裝備都升級 那剩下新紅金屬大概 還沒這麼快 我們可以做個字圖桌 可以把自己探索地圖的成果 與其他探險家分享 可是我沒有其他探險家 應該沒啥用吧 我們這個電器桌 好啦也做做看 看一下有什麼用 哇他這個製圖桌很大 也是二乘二的 哎就這樣 嗯所以每個人探索的地圖 是不一樣的哦 所以有這個的話 大家就可以共享地圖的樣子 哦我也他就是一開始就共享 所以要這個桌子才行 那我們另外一個這個 電器桌有什麼呢 有發電機 可以傳輸電力 還有電燈哦比較高級 我們現在都用火把 現在有電燈了 還有電動門 那這邊電線 拉桿 哎等一下這有點像 紅石機關的感覺 電棒 這也是可以發電 其實非常微弱 那這感覺可以來做一些機關 只是他的這個用途 只有電燈跟電動門 好像還有點弱 他沒有辦法自動收菜啊 這種澆水 或這種打怪之類的 也許還要再升級上去吧 我們之後應該是要有一個 更高級的工作臺 也許就有效了 然後之前我們還有軌道的鍛造爐 我還沒做這個來試試看 那這邊今天陷阱好像只對敵人有反應 所以要自動刷關 應該是要放這個刺刺的 那我這邊也做了化工桌在這邊 他就是可以染色 這邊染色要黏土做牆壁 還有地板 這些都可以做特殊的顏色 那另外他的家具就只有地毯 基座 然後這個裝飾的火把 自己可以塗上顏色 然後還有一個裝飾用的鍋 這感覺比較像盆栽耶 那這個鐵軌啊一次做5個 那只要一個席 算是蠻便宜的啦 然後礦車要10個席定 哦我們之後大概要做一下礦車系統 只是我們現在這個地圖 還沒逛完呢 最後不曉得要往哪邊發展 感覺應該就是一直往外吧 越往外走東西應該是越豐富越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探索一下這個迷宮區 叫著他的入口在哪邊 我們要繞著他的牆壁走 哦好像找到入口了哎 哇這只有一條路哦 剛好就這一格可以進去 太太難走了吧 這邊是路口 會不會有死路啊這個 喂哦 我現在看一下有300多的傷害 很痛 哦裡面怪超多的 哦這樣麻煩地方就是有點暗 然後走迷宮的感覺 被死他 好寶箱都在那邊 哇 找迷宮不過因為我們有地圖 所以能看到蠻明顯的地方 哇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哎呦 還有一隻笑一笑 上面那邊怎麼已經掉了一大堆東西啊 為什麼哎那邊是寶箱是不是 那邊有二十幾個東西哎 而且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好我們應該是要以 這邊為目標嗎 好你繼續往前走 還好這敵人眼睛會亮亮的 至少還看到一點點 哎呦我好像到他比較中心的地方哦 中間邊是寶庫 然後真的好多東西哦 這一坨哦 我撿不滿這一坨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邊撿到一個斷裂的劍柄 哎只是劍柄也有傷害 而且傷害蠻高的哎 他是藍色武器 所以應該是蠻稀有的 還會加血量的上限 然後還直接撿到一個黃金項鍊 哇可惜我這邊已經做好了 還有一個血液的小雕像 另外這邊有一個神卡片靈光 與他相似的卡片應該還有一整套 哇可這好像只是賣錢的哎 我是寶箱 嗯主要應該是這個劍柄吧 劍柄好短哦 有點像短刀 ok 他這邊的東西還蠻不錯的 有很多貴重物品可以賣錢啊 他這邊還不錯 這邊我們就拘收 旁邊還有一些箱子 那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一個大寶箱的區域 那整個迷宮看起來就是四格方塊 然後只有一個迷宮呢 可以到達中心點 那這個主要是寶箱的位置 哦所以那個路口 我不要得是不是都在左下方 哦這邊如果再看到其他遺跡的話 可以來試一下 我這邊獎勵還蠻豐富的 那個藍色呢 就是有罐子寶箱的地方可以打掉 那我想剛裡面的這寶箱 大概是被個大槌子給打壞了 那裡面東西應該是放在這個寶箱裡面的 啊只是噴出來的不知道的 為什麼 哎這邊有敵人來找我了 我覺得他真的是會自己尋路過來 這個有點特別 他平常野怪不會這樣的 就他大概有時候會刷新這種 巡邏對吧 會直接往你的方向靠近 他連迷宮都會走 他從很遠就這樣一直繞過來 一直繞過來找我 好那我這邊差不多可以來回去一下 來試一下召回 哦回城魔法陣 哎壞了哦這個很方便 這樣很棒 好的那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之後的下一個目標 應該就是這個boss了 我們現在的裝備應該很強了 不曉得他這個難度怎麼樣 不過我們現在有鐵裝打起來的 非常輕鬆 然後又有戰斧跟這個槍 哦這個戰力也是大大的增加了 感謝大家收看 大家留言還有按讚呢 都是我們下集連載動力了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 拜託 喜歡 推 謝謝 Оп ooked 我們